字幕 李宗盛 哈囉!歡迎收看 九十二的KK 我是阿Q 我是能義成 今天抓到海賓是 і猛名字 棍兒 李玉兵 小心 哈囉 很冷 再來 好 恭敬 對 他還一直在 好 我們冷靜點 要跟上年那個頻率要差不多 好 開始 太冷靜了 太冷靜了 第一階段就要先訪問你這個 就是你有沒有當過學生 沒有啦 誰沒有 其實沒有 你還記得我們在畢業的時候 有學弟妹同學拿那種 就是畢業紀念冊給你簽名 那時候好像沒有流行這個東西 可是是跟你們有點是在落差 我是在裝年輕 對啊 你是不是想要裝 這個是你的年紀吧 我們現在都是畏話了 活動的時候那時候大家都這樣 真的是不可愛 我們邊寫邊聊 一名理由你綽號Yoyo Yoyo應該想必就是友情的友 對Yoyo是最新的綽號 祝女座 那就跟鄭可強一樣 是祝女 對耶 那你覺得你們像嗎 我覺得有一部分想來 某部分 內在 那你覺得你跟他最像的點是什麼 應該會有一種 就是對自我的一個謙虛 和自律 要求 我覺得 我們最優秀處 好 那下一題 喜歡的興趣 看 罵小朋友 你喜歡看漫畫 看漫畫 還有一些太瑣碎的怪興趣 就 就還好 特別想知道耶 例如我喜歡收集那個車牌 就是在路上看到有趣的車牌 會拍到起來 會把它拍起來然後紀念 例如說像BBQ 對 2 3 4 2 3 4 對 或9999 那你可以去當 警察耶 因為我之前當警察替代役的時候 我們就要路上去拍100台車牌 你會很開心 不行 就是要平常開車的時候 你說平常開車是 該不會是 跟你說第一名送的那台休旅車吧 不是 那台車還沒拿到 還沒拿到 很快 為什麼還沒拿到呢 你還要寫這 有重視 那你喜歡看什麼漫畫 很多類型的耶 我自認為我看漫畫的專業 別彈吉他和唱歌創作 都還來得 還來得博大精神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自身看漫畫家 然後我覺得漫畫有趣的是 因為它不會被 技術上的問題陷阻 對對 所以它的 它裡面的故事的架構 跟世界觀 都是你想到什麼 你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那你有因為喜歡漫畫 創作過漫畫嗎 事實上是有的 喔 看完我就知道 可是那個很小很小的時候啦 所以你這樣獲得第一名之後 你做的第一件是什麼 我理 到 賴 群 炫耀 對 真的 但是是低調的 低調的炫耀 我想知道怎麼樣 低調的炫耀 可以教我嗎 就是例如說 跑到高中的群組 寫說 這太噁了 真的 真的不行 這個有低調嗎 或者是跟媽媽講說 唉唷 我又晚一點回去 因為要慶祝念 拿到冠軍了 你有這個表情嗎 或者就發一個就是 一個完全看不出所以來的動態 還是長頭石 接下來要繼續加油 罐頭什麼什麼什麼 軍什麼什麼 長頭石 對 太厲害了吧 他都在 或者說 好難喔 車子的嘴又不知道怎麼講 大家就知道了 影響是一個謙虛的實戰 對 謙虛的實戰 OK 自己創作過印象最深刻的歌 是什麼歌 我覺得應該是把音量轉小吧 我最喜歡這首 那為什麼會印象是深刻的 因為這首歌 我在寫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簡單說就是 隔壁熱舞的時候 有個同學在練舞的時候 音樂開太大太吵 所以我都會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可以把音量轉小一點 對 後來他那時候可能心情不好 然後就飆過髒話這樣 當時我就把這個 憤怒弦這首歌 後來再多年後 在學校附近的餐廳吃飯的時候 你遇到他 又再遇到這個同學 然後那時候就很緊張 想說完了完了完了 要被揍了 因為人家很壯 結果呢 後來 他就帶著他朋友 就走過來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那麼壯 然後他就指著我說 就是他 還給我就是他 好猛 有人竟然為了我寫歌 你沒怎樣 對 後來我們就一起拍照 然後 你覺得自己什麼時候 最有魅力 講一些 垃圾話 講垃圾話的時候 最有魅力 就是會講一些 就是很痠很dis的 地獄梗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是覺得我 最棒 我那時候講出 講出一些很恐怖的話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哇 你好棒喔 就會幫自己按個讚 IG上面的時候 好像就有粉絲就是 因為他為了要博取你的回應 所以他可能會 博取 對 國取 然後他就會故意 就是講一些 就是刺激你的話 另外他就會說什麼 你的鼻孔好大喔 什麼之類的那種話 我懂 是一些反話又吸引你的注意 對 然後那篇文章好像是 我在講什麼東西很大 糟糕 我會忘記 我會忘記 哈哈哈 他自己看我的 他自己看我的 我沒有 我就說 所以是 大於我的鼻孔 大於你的鼻孔 這樣子 這樣子嗎 之類的 這好帥喔 後來他就跟我道歉了 喔 這個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還打了一些肉肉燈的道歉 道歉 很棒耶 可以 啊 理想型的女生是 聰明 聰明 我發現以前很喜歡說 好難喔 善良 善良 那聰明的定義是什麼 很會讀書 很強咖那一種 就是 比較是那種就是 能夠聊一些 就是比較深度的東西 我知道 比較有內涵的女生 要有讀點書啊 看點電影 他對這個世界 要有自己的想法 嗯 合理 那幽默是哪種幽默 是講熱色話可以嗎 我覺得都可以 互講幹話 其實講熱色話我覺得是很加分 但是 但是我很害怕假如 萬一我的 另一半會講熱色話的話 會害我失控 激情的鬥志 對會害我失控 那善良 買愛心筆算善良 對啊一直買愛心筆 他就去西門 就是找尋 可以耽誤你一點時間嗎 是他跟愛心筆的人說 我覺得善良是要持續的 就是他一個月至少 要去買五支愛心筆 對 這樣可以 你說買愛心筆是善良 就是他跟愛心筆的那些店員 那個人說 不然是可以耽誤你一點時間嗎 我可以買你的愛心筆嗎 我知道你們這是很辛苦 學生自己設計的 我覺得其實就是 不要想去 為了自己的利益去耗損別人 你知道嗎 最怕或最討厭聽到的話 大男孩 所以你是大男孩 因為我覺得大男孩 這個詞彙 我不知道怎麼聽了就會覺得 很反感 很反感 對 就例如說是個什麼溫暖的大男孩 你就不喜歡被人家這樣介紹 對對對 那如果不要大 你們就是你是個男孩 溫暖的 也盡量不要 也盡量不要 應該說大男孩 中男孩 小男孩的話 是中男孩最ok 再來是小男孩 再來是大男孩 所以如果人家介紹你 介紹中男孩 你會比較能接受 很複雜耶 對我會覺得比較好一點 李友林是個溫暖的中男孩 今天有一個訪問是說 你最討厭人家回答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我覺得這話就是溫暖的訪問 你去出門就跟他說 出門啦 跟我起床 起床啦 對對對 然後看到人家吃飯 在吃飯啦 吃麥當勞啊 我覺得吃飽沒還比較好一點 因為吃飽沒 你也可以用來叫做 吃飽或沒吃飽 然後你講沒吃飽的話 你就會很期待對方 我看你還是為什麼 你說 對 喔沒有好餓喔 而且你還在八分鐘 那快去吃 但是偶爾自己其實也 還是會不小心講出 最近還好嗎這種 所以你討厭一些 對 還好嗎 廢話 當時是不是很生氣 人生的目標 其實要分短期跟中期跟長期 你都寫下來 長期的話呢 就是要完成很多小夢想 小夢想的時候 我自己會有一些 就是一想到的話 就會列出了人生小夢想 例如說我想要釣鮭魚 帶一個壽司師傅 然後我一抓起來之後 他就要現場 立刻把它切成生魚片 然後捏成壽司 這樣很好耶 勞力行 例如說我想要自己蓋一間房子 自己蓋 就是蓋 就是那種用磚塊去疊那種 喔那個小豬 對 三隻小豬的小豬 然後我希望我的人生中 可以持續的 有這種想法 然後一直去 去完成 忠誠的夢想的話 大概就是一直可以 靠音樂為生 短期 短期的話呢 就是希望明年可以 在金曲獎獲得一些好成績 如果葛萊梅這不行 如果葛萊梅今天你得到了 然後沒有金曲獎 是不是會很失望 因為沒有就 現在完成短期了 葛萊梅跟金曲獎選一個的話 對 對 因為你現在的目標是金曲 對 先拿金曲啦 不要再理解自己 對 對你聊天的那個了解 我感覺你應該有一些 奇特的生活習慣 例如像怪癖的話 就是會有一些 就是例如說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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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蠻多人都會這樣做的 對 但我覺得還好 原因是你唱得好聽 因為蠻多人是 很不好聽 有些人還會跳起來 跳起來 聽著音樂 有嗎 他很認真 不是那種街頭藝術表演 不過他在捷運上 他在 太快了 太快了 那還有嗎 沒有了 奇怪 所以我想打分地的時候 有些奇怪的動作 什麼 奇怪的動作 我也說不上來 就是打噴嚏之後 你就會順著噴嚏的流動 然後會做一些 啊 之類的 或是 好笑 哈 啾 哈 啾 然後有web 會把它當成這種 那種即興創作 對 會 會 不收斂的 就是 讓它盡期的去伸展這樣子 你很酷耶 那個會編一支 寫一首歌 然後編一支噴嚏舞 很棒耶 可是在公開場合就會 我想打噴嚏 哈 啾 什麼 我要打噴嚏 沒有操別人的歌 有嗎 有嗎 好 OK 那 今天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李友廷的K哥導彎步 已經完成了 大家請截圖 我們 有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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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 請聽 聽聽 請在這邊 因為我們今天的板子做比較大 我們來 請截圖 下一個階段就是要玩間諜遊戲 間諜遊戲你有玩過嗎 就是我剛才有看了一下 大概知道怎麼玩 那你覺得你自己是個表裡如意的人嗎 我覺得 呃 還好 還好 所以簡稱就是 星雞鬼 洗牌 洗牌 好 先偷看一下 先偷看一下 然後閉著眼睛給鏡頭看 好 OK 這個很大很容易被看到 來我們一起閉眼睛 然後一起舉一下 1 2 3 叮叮叮 有聽先喔 好 有聽先 好 好 形容他嘛 日本食物 日本食物 台灣也有 嗯 台灣也有確實 各國口味不太一樣 呦 完全 我已經找到了 我找到了 但是我知道 我也知道現在是誰了 對 我也知道了 對 你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 你這邊一看你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 我現在就知道 我這樣拚下來 我也感覺到不太一樣 OK 好囉 來 油油膩膩但好吃 他的產地 比其他地方還鹹 好 不是我 你不要再看我 是他啦 換我 是不是 你看 好 我要吃的時候會加水 哇 你看 是他 你知道我 我跟你分析為什麼是他 為什麼是我 因為他在順著我的話講 所以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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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以我個人習慣對於這個東西的注解 對 嗯 那我自己認為的話 我覺得 友婷有一點點 因為他講 油油膩膩很多東西 對 其實確實 油油膩膩這個 因為油油膩膩其實蠻多類型 日本 對 就是一個抹黑的過程 大家看好 就是他 不是我 絕對不是我 我告訴你 絕對不是 我跟你講 等一下 聽我說 這個間諜有點厲害 講真的 不厲害 他很厲害 這個間諜沒有沒有 他很厲害 我跟你講這間諜不得了 他藏著非常的 那我就知道是誰了 但是我已經知道這間諜是誰 他真的不夠厲害 我已經知道間諜是誰了 好來 我們兩個主要三就指他 好 我們三個一起主要三就指這個人 好 1 2 3 是我了 你超明顯的 我不跟你玩玩遊戲了 你剛剛就順我們的話講 應該是日本一個台灣 太順了 OK 可惡 是直接懲罰嗎 好 就這個 回答惡魔問題 又來了 請問 如果地球即將毀滅 又你會開太空殘 你可以救一個人到外太空 我已經在外太空了 你救阿丘還是離用 不是我已經在上面了 上次鄭可強的時候 我就已經被丟到外太空了 阿丘 太太特跟鄭可強 你要分配 一夜體結婚一輩子 跟被外星人抓走 如果說是一起被外星人抓走的話 應該會選阿Q 沒有一起是就那個人被外星人 他更確定是你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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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外星人抓走的話 我覺得他會活得很快樂 我一點也不擔心 所以我已經在上面了 其實他講的一點也沒有錯 這個題目真的不用再問了 阿Q當然是 就是讓他就是放生 等一下這到底是誰的惡魔問題 沒有 這是我的惡魔回答 我要講一下原因 我的惡魔答案 阿Q他就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他無論你把他丟在哪裡 你就算丟在一口精力 你會死掉 他也可以在裡面彎 對啊我會死掉啊 對 但是為什麼會帶友婷呢 我跟你們講 友婷最近那個點擊綠紅很誇張 好 進行下一輪 打牌 打牌 1 2 3 剛剛很危險 我現在要講一個很廣泛 對因為間諜嘛 就剛剛小心 他是一個人 拿過金曲獎 這大圍縮小很多耶 拿過金曲獎 間諜緊張啦 當過導師 當過導師 第一輪這有點困難喔 沒有很簡單 我已經知道是誰 怎麼看 大家看起來都 覺得坐在中間的人好像有點緊張喔 我們現在在玩一個沒有寫 等一下你怎麼樣 我怎樣 我看你 你跟我幹嘛 你跟我幹嘛 沒關係 KEEP 我們先繼續玩 好 所以輪到我了嗎 他在台灣跟大陸都有當過導師 有挺有 是不是很難 著名的歌曲 嗯 龍子的心衣 喔 蛤 你就這樣子 這麼直接 這樣子接了嗎 這樣子 那不就是沈一沈了嗎 什麼啊 你這明明就是 嗯 這明明就是 明顯是不是 對 有一顆痣 有一顆痣 馬力連夢路又痣啊 我很好奇那張臉 對啊因為你不是啊 你是誰啊 唉唷 你是周杰倫吧 緊張了吧 想要趕快亂講一個人 韓瑟倫 我跟你講 怎麼了 可是我 你不能說謊耶 我太想 太直接想澄清好像講得太具體 糟糕 不能違背嗎 說謊怎麼辦 喔不能違背自己原本的卡 不能啊 你是不是違背了 因為你剛剛猜到我說誰 他是不是其實 是唱說謊 不是王子的心 是不是 還是贏 對 我覺得呢 我們大概已經知道那個見諜是誰了 來吧 那我們就一二三指出那個心目中認為是見諜的人喔 好 一二三 欸怎麼還是我啊 你怎麼還是覺得是我啊 你怎麼還是覺得 你是笨蛋 你是不是笨蛋啊 友廷 這個很荒唐耶 你怎麼你 陳依辰 叮叮叮叮 為什麼 可是他違背事實耶 所以他跟他緊張啦 我說你那個叫做 他沒有反應啊 這個故事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要換你主持人 剛剛那個友主有說謊 所以我想要給友主 一起抽 對嘛 我覺得你們 對 就是 也很 很笨 他很笨 我沒有很笨 他 上次 反骨 上次他也是很笨 好 兩個人 抽到 我覺得我先好 你當壓軸 對 你是壓軸 回答惡魔問題 如果再是太空的問題 我就把他電腦砸掉 我說真的 殘酷二選一 請問 你要當醜到今天動地的天才 所以是當全世界最美但五秒的自殺 太難了 這個 醜到今天動地耶 好 這個我要當 醜到今天動地的天才 唉唷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就是至少 我可以做點什麼事情 就是我有個用處嘛 至少我 例如說我離開這世界 這樣之後別人 會記得我是什麼 就會記得你很久 不是就是我曾經發明過什麼 之類的 是不是像是誰 對 有沒有一個決定 沒有 心中我不知道有誰 你是不是有人 你才會問這個問題 沒有 李友迪 李友迪 你現在是不是看到 看我笨想想騙我話啊 我跟你講 我現在已經很接近 那個全世界最美的無腦智障 沒有 醜到今天動地的無腦智障 是不是 你不要亂講 你是選天才 我會選智障 為什麼 因為我當過天才了 所以我現在在想 哈哈哈哈 他還在笑 他還在智障 他還在笑 不用再被選 你 李友迪 完成惡魔指令 如果今天請你 要跟阿Q交換一個五官 你會選擇哪一個 阿Q的五官喔 一定要選嗎 五官喔 五官是在這邊的嗎 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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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看不起 好噁心喔 嘴巴打開我看牙齒 好 我牙齒能等幾隻呢 好 換牙齒 牙齒可以嗎 換牙齒很沒禮貌 換牙齒很沒禮貌 我現在要跟 森林之王李友迪換臉 哇 哇 阿Q你這樣好帥喔 我好帥喔 大家好 我是李友婷 他是 智障 你滿適合這個髮型的 對耶 很韓耶 好的 下一個單元就是 接歌詞搶雜大聲 工作人員會唸歌詞 然後 一唸 只要你一知道這首歌 不用等他請搶雜 你就可以按你 輸的沒懲罰 但是贏的有獎 對 有獎品 第一題 不愛我就拉倒 哇 一開始前 我不要愛的寶寶 反正 我又不是沒有人要 這邊彈機啦 這邊彈機啦 可憐的胸肌 如果你還想靠 要唱那麼長嗎 全天想聽耶 全天想聽 答對 這麼快喔 可以 第二題 再勇敢一點點 再勇敢一點點 我就跟你走 再靠近一點點 你就 別善多 別善多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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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可能不會記歌詞 完蛋了 終於看看 愛回 愛回 愛回唱片 對 終於看看愛回不來 我們之間 太 我 太多明白 終於看看愛回不來 愛說開 愛你忠實 台灣明白 最後才八花說開 哭著求我留下 可惡 這個很簡單耶 一比一 謝謝李耳婷幫我 愛過你就不怕孤單 我最親愛的 你過得怎麼樣 我最親愛的 你過得怎麼樣 沒我的日子 你別愛我 其實我覺得某種 你怎麼會被他搶到就是沒有搶到 哈哈哈哈 我也覺得很大 下一題 簡單的喔 我卻不斷揮手說再見 以後別走 喔 從中間念 對 從中間 對 強打 我可以了嗎 可以 愛又不能牽手 想愛你的衝動 想愛你的衝動 你的搞笑 大家只會語句 我也只會語句 想愛你的衝動 我只能笑 笑 笑 笑著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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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零一分 簡單的 你很難耶 你是我的小蝴蝶 你是我的小蝴蝶 我願意為你改變 只要你願意 願意 願意會實現 各位 再我上 對 我讓我給你的 哈哈哈 你的妹 這你的本 很簡單喔 好 反正愛情不就都這樣 我沒有 說話 我愛比說話 好打他喔 是該感謝今晚的小蝴蝶 我們剛才跳過 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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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以為我沒發現 我沒有說話 我何必說謊 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 我確定 你知道的 我確定 原本愛就是很健忘 好 我覺得這不行 這不行 不然我把這一分送給他 友廷施捨給你 對啊 對啊 謝謝友廷喔 你還接受 你竟然接受 好 開題 來 你說你不怕分手 只有點遺憾難過 情人節就要來了 甚至 情人節就要來了 像自己一個 其實愛對了人 情人節每天都過 2比2比2 又平了 平手 好棒喔 最後一題喔 好 大家不要放水喔 大家不要放水 我現在很緊張 我來了 很簡單喔 1 2 3 1 2 3 牽著走 4 5 6 2 抬起頭 7 8 9 我們死奔到月球 我好棒喔 這還不錯 這還不錯 所以說我現在是贏家嗎 對 是贏家 可是你有一分是 Osaki的 還在時間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share這份冠軍 2.5 2.5 獎勵是什麼 哇 好棒喔 這個是 這是巧克力的嗎 太硬了 我不吃了 我減肥 喔 拽欸 那我就先吃囉 需要嗎 不要 怎麼那麼man啊 抱歉抱歉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告知一段落 但是 現在 此刻 李友廷把蛋糕吃完之後 就要進錄音室唱歌給大家聽 大家拭目以待 掰掰 慢慢 繼續吃 掰掰 以為生活就是重複 自己就是全部 直到我遇見了你 直到無遇見了你 耶 一點眼神交錯 請你別再對我保留 倒了一點 線索往後 耶 比翅 維 五 九 五 五 五 六 五 五 五